台灣鯛贊不贊 贊贊 雙手捧着超大尾鯛魚 台南市長黃偉哲力挺台灣鯛 因为台南雪甲可是台灣鯛 重要產地 从养殖面积 产量到产值 都是全国第一 拥有国际ASC认证的 七家养殖户 通通在台南 准备的资料 要十八个月 它来审核通过了 第二次又来进入集合 前年是160 那去年是180 那今年我要想要迈入到 再往上提升到220 我们要慢慢有一个目标 往上前进 我们的养殖业者才会 越养越有信心 疫情的关心造就 我们的外销其实是停滞的 我们最少已经卡了 有六到七成了 不为疫情冲击 台南市政府很给力 协助养殖业者拓展产销通路 争取更多国际认证 重启出口商机 同时除了权力冲经济 黄伟哲也要备占缺水危机 会查查一些营业场所 包括洗车 包括三温暖这些的地方 他们用水的这个情形 如果他们用水还是一样 这个不知节制 甚至像有些洗车 有些三温暖液 应该是已经停止了 他还是拼命在用水的话 我们当然会有一些 行政作业的方式 游水当思 无水之苦 黄伟哲也呼吁节水 从小信节做起 包括水龙头的水量 不要转到最大 洗手不要敞开水龙头 肥皂或清洁剂 不要涂抹过多 冲洗时也务必将水量转小 因为我们如果 多节一些水 我相信 可能度到七月底 撑到七月底 甚至八月初 都应该是没问题的 每一滴水都很宝贵 地方政府 独立开源 市民也要配合节水 才能共度这半世纪来 最惨旱灾 华语新闻成员为林静廷 林嘉倩 台南报导 赞尿 合筒 和 合 行